小伙伴们好呀 疫情在家里面待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吃过日本的烤串了 今天我们就在家里面挑战一下日式烤串 然后我们在外面订了一个一次性烧烤炉 我们就来试一下 还知道我们家里面有好多 有一个乐高 从来也没有拼过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成功的了 像这样插起来 这里有两个东西要扣出来 好了 这个便携烧烤架拼好以后长这个样子 点火的时候四角的炭用火机烧一下 然后过五分钟全部的炭都会逐渐点着 我们今天买的串是Gyoong-san的Omasaki skewer set 他们家在Saray Hills是有店的 100刀10公里内免费配送 150刀的话15公里内也是免费配送 里面每种串都是两份 刷的酱汁和蘸料也都有配齐 这点挺好的 第一个是这个卷在培根里的扇贝 扇贝个头挺大 不错不错 第二个是烤鰻鱼 第三个是猪肉卷剩女果 第四个是猪肉卷生菜 哦,对了 这两个带蔬菜的串 烤前可以微波炉先热1分30秒 第五个是这个和牛串 接下来是这个鸡腿肉 然后是猪五花 最后是西葫芦片 我们家因为住的是公寓 所以还是决定请我们最可靠的瓦斯炉 有House的朋友们还是可以用碳烤的 应该会多一点烟火器 其实日式烤串 只要别烤糊了 味道都是挺不错的 而且我比较喜欢这种荤素搭配的串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在他们的网站上找电话订就好 好了,不多说啦 这里是原文,喜欢记得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